分享小学毕业生周末日常 六年级了就是不一样 六点就得起床 青春期脸上长痘痘了 现在要好好洗脸 每天标配的早读 早饭后 就开始写作业啦 作业也从之前的三科长到了五科 休息一下就准备学编程课了 知道为什么这么忙碌 我们还坚持学习编程课吗 因为它非常锻炼逻辑思维 开启沉浸式上课吧 以上我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休息一会儿吧 你这比大人还忙呢 对了我还要练鼓章 我的曲子还没背过呢 去唱鼓的课啦 我回来了 好累呀 半个小时后叫我 我要写作业 毕业生不好当呀